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周末的时候呢 跟朋友喝茶 喝茶就提起洛家辉了 洛家辉呢 上个礼拜呢 跑广东访问 明示访问 实际呢 又去看自己家里的祖坟 包括他自己的叔叔什么 现在都在 就是都还在那生活的 这事儿当时我看过之后 我就跟那朋友说 我说其实挺绝 你说洛家辉是中共的特务啊 还是美国人打入敌人内部啊 他弄不明白 中国人 祖宗是中国人 祖坟还在广东的 他今天是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我就搞不懂 咱中国人 中国人本身 为什么有这么杰出的 为什么有那样导弹呢 就真邪了门了 到底是制度问题呢 还是人的问题 那回过头来呢 咱们还得先提艾薇薇 艾薇薇决定上诉 那网上的文章比较多 英国人 美国人写了很多文章 其中有一篇文章 把英美的两篇文章给翻译出来了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艾薇薇上诉 中共极度恐慌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登了一篇文章 实际是对艾薇薇的专访 专访当中直接说 税务部门追税和罚款要求的情况下 过去的七天里 艾薇薇得到的捐款已经超过700万 实际现在已经超过800万 艾薇薇表示 每一笔捐款都是一张投票 这是一种民主的形式 在中国走向民主的任何举动都是一项艺术 我们今日点击当中 事情一出来 我直接说 这叫公投 但是这一次参加人数最多的行为艺术 是党一手发动起来的 党一手造成的 说谁是共产党的掘墓人呢 共产党最高的领袖们 文章还提到说 艾薇薇与选民们默契的这种挑战行为艺术 令中共极度恐慌 中共警方日前打电话祈求艾薇薇说付款吧 付一点就行 而作为老百姓的看法 直接说 中共巨额的罚金就是一种报复 而艾薇薇将启动法律程序 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几个人 一个是艾薇薇 一个陈光诚 一个骆家辉 一个高之胜 我跟你说 就这几个人给党的领袖们整晕了 真的是整晕了 而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刘易斯呢 实际是在北京艾薇薇的画室里见到艾薇薇的 艾薇薇对记者讲说 每一份捐款都是一张投票 在中国走向民主的任何举动都是一种艺术 他还说借给他钱的人既有老人也有年轻人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意志 我觉得最后的这个说法非常到位 显示力量和意志 在中国在今天党的统治之下敢这么做 您说得有多大的勇气 有多少人把脚心都给踩出了汗 他不敢这么做 就像那几千万的喝了毒奶粉的孩子 他爹他妈似的 你说他恨不恨呢 我相信他绝对恨 你说他喝酒的时候骂不骂共产党 我跟你说打心眼里他骂 但是让他站出来那时候呢 他脚底下有点出冷汗 这就是独裁体制之下干出来的活 这就是独裁体制之下的人 才会出现这种反应 生理反应 而艾未未与选民之间的 这种默契的挑战行为 已经完全令中共惊慌了 你巨额罚艾未未 一千五百多万 杀一净百 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 今天党的领袖他爹他们 就这么干过他们的下属 牛脸他们又被党这么干了 但是今天他们上来之后 牛脸他们还这么干 你说什么样的体制 把人性扼杀的连个牲口都不如呢 而就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艾未未接了一个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 警察说 哥们求求你 艾爷胖子您交点钱吧 您交点钱 我这日子能过 您不交点钱 这事实在没办法 那最后呢 记者问艾未未说 警察为什么会感到压力 艾未未讲 每一个给我钱的人就是选民 这对警察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艺术就是沟通和表达 如果这不是艺术 什么还是艺术呢 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 政治局压着中央委员 而政治局常委呢 压着政治局委员 所以今天政治局委员当中 你甭管是什么薄熙来啊 这个那个的 就这帮人削尖了脑袋 要去常委 而党的里面各派系之间呢 想尽了办法把自己的人插进去 把自己的人插进常委里面之后 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 可是到了常委之后呢 今天呢 敲去了像当初邓小平和毛泽东 这样的集权式的人物 变成了集体的领导 这就是所谓的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就是把权力集中 而谁都不负责任 您记住 谁都不负责任 而出的事呢 是坑咱老百姓 所以一级压一级 官大压死人 警察难受的是这个 刚才说的是艾薇薇 牛软咱说个陈光诚 陈光诚也厉害 一个盲人就坐在自己家里头 被人圈在里头 惹得全世界热火沸腾 美国之音这么说的 人权组织呼吁各国驻华大使 探望陈光诚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 组织亚洲部的主任查尔森 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说 救援陈光诚的最好的办法 是各国驻华大使前去探望 并在外事场合下 向中共施压 而BBC的报道说 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已经致信中国外交部 查寻陈光诚事件 作为洛家辉 美国驻中国大使 您管陈光诚什么事 可是反过来说 他是个中国人 他祖坟就在广东 你说他管这事对不对 作为任何一个中华子孙的一个成员 他就应该关心其他的人 使得中华民族整体 形成一个完整的力量 而不是今天中共所控制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那样 所以人权观察这个主意出的 我跟你说太好了 如果所有的驻华使馆的大使 您今天去看陈光诚 明天您写信去问问高之胜在哪呢 后天咱再问问说 东北的这个著名的监狱 马三家里面到底关押了多少法轮功学员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您就这时候活就这么来 我跟你说 这事热闹了 罗家辉 钦差大使 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果是个中国人 结果现在他也归中宣部管 您看纽约时报这么说的 罗家辉 广东行 宣传部下宣令 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 照片您就看旁边这张脸 这张脸 它不是美国人的脸 这是中国人的脸 但是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呢 穿的是警察的衣服 你再对比罗家辉这张脸 一个真正有 真正承传了中华民族协统的 内在因素的普通的中国人 无论他什么样的身份 他一定表现出一个大国风范那种气质 但是再看这警察呢 只要穿上这张皮 你说他对老百姓那个眼神 他干嘛那呀 还是那句话 你上头上面的棍 把你那根绳往脖子上一套 手一牵 你瞎叫唤什么 你瞪什么眼 这算个怎么回事 这不就是这个体制下 把咱中国人的人性 本来的人性扼杀了 文章提到说 纽约时报星期五登了篇文章 洛家辉上周去访问广州 特别会见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而且还回到了祖籍广东台山吉隆村 他是台山人 网上有很多照片 登出来他既拜见祖坟 又去访问了自己的亲属 包括跟他叔叔一起喝茶 这些照片都有 可是现在整个我们看到的消息 是中宣部封杀他的消息 而他干什么了呢 他干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干的事 他不背叛自己的祖宗 他有机会他到祖坟去上乡 而今天中共的官呢 他们爹他们娘都被这个体制给毁了 而他们自己今天呢 还在用这个体制去糟蹋别人 其实网上呢 这两天呢 还有另外几个两个热门的事情 一个是杨武太太被强奸了 有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四个当兵的拿着枪出来了 网上有消息说 是因为他们家本身家里头被枪拆了 本身家里头有自己的姐妹被人家侮辱了 所以这四个兵拿着枪出来 但是网上呢 没有任何消息 BBC的报道文章这么说 强奸与逃兵 看中国媒体夹缝中生存 大陆媒体的记者热点报道 深圳的一起强奸案 但是对四个中国士兵持枪逃离军营 基本保持沉默 首先他提到说 杨武事件已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 28岁的王娟被攻击被强奸 而丈夫杨武由于害怕而躲在杂物间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网友们 你们想你们自个儿 你们的太太 你们的老妈 你们的孩子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你回头看看两年期间的时间里头 他们是否遭入过当官的 握有权力的 戴大颗帽的 这样的人的侮辱呢 但是有人不窝囊 那四个当兵的不干了 拿着枪出来了 中共太害怕拿枪了 太害怕今天中国的 中国的爷们能像个爷们一样 你哪么低了个菜刀 低了个什么东西 你要给自己找到公平 要维护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尊严呢 中共非常怕 或者就像今天艾未未的债主一样 干了 一干他就完 中共握有权力的主管中宣部的李长春 很清楚 只要这件事情在网上一说 就有人效仿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